两家公司的合并 本来就是如同我大哥曾经说过的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喜许打顶 我们今天双方对封顶 是更接近了一步了 吴家两兄弟心心病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一里路 但如今却有消息指出 新光经董事会早就被台信金控董事长吴东亮所渗透 才会接受比中信金条件更差的台信金来进行合并 而关键录音档也曝光 叫一下董事长 到底这个选派的过程是如何决策 由谁来决定 根据新光十月新盛 还有这几家我们 十五岁多的这些公司 大家共同研究 麻烦台信堂那边帮忙 大家来研究 在去年新盛股东会上 由小股东提问 新盛是如何选派魏保生等四名董事进入台信金 不过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吴东亮连忙出声解释 注释这段话让小股东质疑 吴东亮是否有违反金金分离原则 甚至市场传出内鬼指控 媒体报导 北界已经证实收到告发状 封案目前正在侦办当中 完全核床 完全没有问题 都是有情人 放话来造调抹黑 如果非属合意 而且有这种所谓津津分离 问题存在的状况下 我们认为呢 这一笔合并案呢 可能呢 会在延后 针对内鬼说 吴东亮三号出席公开活动 语气中满是气愤 强调这完全是抹黑造谣 早在八月底 台信金就已经针对被指控 违反金金分离原则 提出两大声明表示 吴东亮跟彭雪芬 都没有担任新光金董事 自然没有金金分离的违规情势 但如今在关键节骨眼上 任何负面消息 恐怕都将牵动新光金并购案的 后续发展 此事员张永泉刘富慈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